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你我每一天要面对不同的选择 我们如何分辨人的善恶 如何分辨是非呢 在很多的选择当中,你我当如何选择 今天我们起思想诗篇第28篇 大卫的诗,题目是求神垂听 这一篇,大卫显然面对了极大的压力 的确,他好像将死的人 而在这里,他向神呼求求神不要闭口 这一篇结构,在对称性结构 前面一到二节,提到了求神垂听 恳求,耶华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不要向我尖默 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人一样 我呼求你向你的圣索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是的,大卫在困难的时候坚持来到神面前 一方面,呼求神打开耳朵垂听祷告 二方面,呼求神打开口 不要向我们节目,要向我们说话 是的,我们的祷告一方面要向主说 也要听主说 而后面六到九节 也提到了求神垂听恳求 第六节,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前面是呼求,后面是宣告 看见大卫信心的成长 并且在信心,祷告中经历神事 第七节,耶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是的,我们经历神 使用我们的力量盾牌 第八节,耶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告者得救的保障 他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是的,前面呼求,后面宣告 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 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 而在中间,我们要进到神的祝福中 我们要呼求神刑罚恶人 第三,节提到了 不要把我和恶人病作孽的一同除掉 恶人做什么呢? 他们像灵社说和平话 心里却是坚恶 我们发现许多恶人会隐藏 表面说得很好听 里面藏着坚恶 而第四节,求你按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做的恶事来带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 加给他们 恶人一个特质 第五点,他们不留意 不关心耶华所行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必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是的,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分辨的智慧 许多恶人口密附件 表里不一 而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 神来彰显恶人的真相 而神施行公义的审判 或者神让我们自己不要做恶人 具体的行动就是 我们留意耶华所做的 留意上帝的心意 留意上帝的法则 让我们不做恶人 也拒绝恶事 我们来祷告 耶稣我们赞美您 在很多的选择当中 求你主听我们的祷告 更求主向我们开口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得着神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盾牌 成为我们福气的来源 也给我们分辨的智慧 让我们拒绝恶人 拒绝恶事 走近前的道路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